哈喽 我是鲜板妹 自从发明了无限烧食妙的小车说 腰不酸了 腿不痛了 连遗迹气也不用愁了 但是小车烧心能随时随地召唤什么样 怎么样表现 这个黑客气你给打几分 嗯 明明想想给你打个8点9分吧 这黑客气厉害是厉害 不过操作起来实属麻烦 你看这回收小车胶囊的时候 烧上面注意就不见了 找都找不回来 胶囊找不回来 这还不好办 小伙伴都知道生存的无限烧物品 咱们做个无限烧物机就解决了 不过还需要去蒙野献一趟 做出信号几息切 表姐是时候攻击你的恋爱了 臭表妹 就知道又要我来探羊包 不过我也想试试 看看在太空能不能召唤出神庙来 这次的火箭票我掏了 follow me 坐上火箭出发咯 秀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当蒙野献了 想要对太空生存没有氧气可不行 路上的氧气果子全都敲来爆灭 小伙伴你快来 前面就有一座空档 咱们先去收集紫银石 紫银石 表姐这里就有两颗 可是没有星通钻头 我们也挖不动呀 小表妹果然是马大哈 幸好我早就跟大牛买了一把 趁手的星铜搞了 两个紫银石通通收进口袋 还是表姐想得住的 既然拿到就快撤吧 免得给嘘嘘盯上 糟了 这是看什么来什么 臭嘘嘘欺人探射 我可不是打不过你 只是不想出手 小表妹你好之为之啊 我就先溜了 接下来又找星通石 星通石在蒙眼星土地上随处可见 前面深深发光的就是了 哇塞 还不止一颗 三颗零尘线 全部挖掉挖掉 父亲到处都是完全不用愁 小伙伴 星通石是够了 此时没有解析 企图起也无济于事啊 表姐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四根柱子的太空运气还少吗 结果火星降落点 一下的水晶还没有开启呢 小伙伴让我来 天灵灵地灵灵 我运气最灵 哇吼 掉落两个图纸 第二个是信号解析器的图纸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电石块 紫银石 星通石和蒙眼星石块都击齐了 现在就能合成信号解析器了 有了解析器就能开启 无限商务品的快乐生活 车间放出来 底下垫一个方块 放上驾驶座 前面连接四个漏斗 包向都要对着驾驶座 再把方块敲掉和上解析器 一台商务车就完工了 落斗里放上带有神像的 鸡血小狼车 声称载具 再用半手回收商务车 一声按二声四 想要多少需要多少 小妹妹快让开 我来试一下 用雨林训言开启一击 我得乖乖 还真的能够在太空开启一击啊 这这这这太奇妙了吧 等一下 我还有个更大的想法 上面再叠加一个神像 这样不就能同时开启两座神明 里面会不会有两只女神来 进去一探究竟 果然提供了三四条雨蛇神 会吐得一暗暴黑天宫街 不吓包换 依照这个原理 无限天下套向 我是能再跟养阴群羽之神了 小伙伴还不快去日神